去年我们家花一万多块钱从大山里接过来的三泉水 最近我老爸说这个水质好像有点不对劲 今天有空特意过来看一看 这个就是续三泉水的水的 我们已经把这个锁解开来了 打开来看一看里面 大家帮忙看一看这个三泉水怎么样 现在看的话就好像这个水源比较小 这个水看起来还是很清澈的 现在就是发现这个水源比较小 水质还是非常清澈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溢水的出水口 水满了就会从这边溢出来 然后水从这里流下来 这边不知道为什么长了一些绿色的东西 然后经过太阳一晒又变黑了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长这些 然后我老爸说这个三泉水的话 还是有点不对劲 那我们就到那个水的源头里面去看看 水的源头在那个大山脚下 准备用这个洛阳铲去探测一下 走 到了三泉水的泉水就在这个下面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三泉眼的排水的水沟 然后这里有两个过滤池 这个三泉水好像现在看起来不大 我们用这个洛阳铲来探测一下这个三泉水 这个三洞就是这个泉眼 这两个盖住的就是我弄的三泉水的过滤池 现在把两个过滤池都打开来给大家看一看 有一段时间没过来了 这两个水桶就是我做的简易的过滤池 水桶下面看起来是有一些沉淀物 但是看这个水的话还是非常非常清澈的 因为长时间三泉水流下来 有一点沉淀的泥浆是正常的 这个水源虽然很小 但是如果24小时源源不断的话 我们一家人生活用水是够的 然后这个是三洞的泉眼 这样看的话好像都看不到什么水 因为水源确实蛮小的 等会我用我的洛阳铲来探测一下这个三泉水 现在装点三泉水来喝一下 天气太热了 看一下这个水 水非常清澈 这个水非常凉 等我问一下我老爸 他说有问题 我觉得没问题 一切正常 现在用这个洛阳铲 怎么用我的洛阳铲 把他里面这个全眼探测一下 看能不能把这个全眼探测的大一点 这是我弄的一个药瓶 然后这上面戳了很多小洞 这样子的话 这个泥沙大的泥沙就过不去 就做到一个过滤的效果 现在我把这个桶全部清掉 把下面的泥沙全部咬掉 还有这个水就是很多泥浆的 把它水全部弄掉之后 再来用洛阳铲来探测 这样相当于就是把这个过滤池清洗干净 现在把这个洛阳铲接起来 我接了这个三泉水 村里的几个小伙子很好奇 都来看我弄三泉水 洛阳铲现在的话应该有两米以上 然后我把这个洛阳铲捅到这里面去 把这个洞弄深一点 这就是里面的泥沙 看这个体力活 我看这个泥土好像有1000多年了 看下这个 这个是两米多长 现在基本上都捅进去了 刚刚打洞打了十几二十分钟 这个水很浑浊了 我感觉这个水源好像有大一点点 跟之前来的时候高位大一点点 不是很明显 现在要把它全部清洗干净 这个洞 我把那个棍子捅进去 大概捅了应该有两米左右 但是这个三泉水的泉沿 好像没有很大的变化 用漏液看的话是有一点点变化 手机里面可能看不出来有变大 因为它变化比较小 刚刚误解我老爸的意思了 我老爸的意思是说经常缺水用 并不是说水不对劲 因为那个水源也确实比较小 刚刚我们用这个洛阳铲了两三米进去 那个水源好像就增大一点点 感觉没什么变化 咱们看视频的朋友 有没有办法可以让那个全眼的水 可以弄得更大点 那座山的树木是非常茂盛的 我感觉是不缺水 应该是这个全眼的流向的问题 咱们有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全眼 可以弄得更大点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因为这个确实花了一万两千块钱 才从那边接到家里 如果没有水的话就亏大了 好 今天到这里 我们下一见 拜拜